白色煙霧從建築物出入口 竄出 屋內公園一個接一個 趕緊往外跑 滾滾煙霧外洩 有公園疑似體力不支 在階梯上摔倒 身體直接被煙霧淹沒 第一時間逃生的畫面曝光 帳兵工業區內 這處離岸風店工地暗場 突發二氧化碳氣體外洩 消防人員到場先後救出十七人 傷患分送彰化與臺中兩地醫院救治 十七名工人中 其中三人一度失去生命跡象 當人暴露在二氧化碳濃度百分之二十 到三十之間一分鐘內就可能引起意識 喪失與抽搐 二氧化碳對人體 其實是沒有什麼東西 最大的問題是當吸太多二氧化碳之後 我們背部會沒有氧氣 所以他人會缺氧 那缺氧的狀態其實是取決於 它吸入的量跟時間 嚴重的就會造成呼吸心跳停止 離岸風電廠的陸浴案場 在發生公安意外後 東元電機發出聲明 提及當下立刻清點現場人員 並且全數安全撤離 3075彰化總部報導